所以,我的信念基礎是我不擔心没有钱,反而我担心钱太多,我从来现在不担心各个分会的钱不够,在那边大家在那边动心机,动脑筋,怎么样把钱留下来,我不担心这件事,我不担心这件事,我担心的是你钱太多,当你学会使用神奇之道,你学会使用了所谓的咸鱼翻身法, 在一瞬间,你的命运是可以转变的,各位,我常讲,我说了算,信不信在你们?可是,如果你相信的话,对你没有损失,可以我刚才讲的伟大的期望,伟大的信心,丰富的想象力,还有落实的行动力,那请问你信不信这几个难道你不需要吗? 你相信我对你花多少钱?你损失什么,你告诉我,你损失什么?没有损失什么?是啊,所以我跟子涵讲,如果我们学员,哪一个中了三一,他就很简单嘛,徐师,我就一半,让你去发挥推网赛斯的理想,我说好啊,没问题,谢谢你,再联络 就这样,这么简单,各位宇宝在说什么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完成了,一句话,一点五亿就进来了,要不要跟我打赌? 要不要跟我打赌? 我一定赢,对不对?因为跟我打赌,我很少输的 一句话,一点五亿就进来了 是啊,好,各位,我举这个东西作为比喻 因为真正运作的是你的心灵的力量 你的心灵的力量 是你内在的能量的一个 酝酿 好,回到我们刚刚讲,所谓的魔法也好 所谓的地下知识也好 所谓的神奇之道也好 代表的是 我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学习 从古到今,本来人类就具有的能力 本来我们的内在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从来我们被现实框架住了 被现实框架住了 被所谓我们过去的经验法则框架住了 所以当我在跟各位上这堂课的时候 我刚刚一直在讲 我在松动你们的心灵的泥土 我在容许你们的心灵的氛围开始改变 我在容许 有点像刚刚讲的周星驰的电影 包括那个 根本是介绍上的两个混混 有没有 然后那个,他跟他的师弟 要射那个刀子,还不小心射到他的身上 用毒舌要咬对方 毒舌咬到他的嘴唇 对 然后在那个桶子里面才不知不觉当中发现 他跟他已经练成的这个如来生掌了 各位,他的电影带着童话 带着童话 好,那我不跟各位讲什么 以过去拍电影的经验法则 你觉得这种电影会红吗? 大概不会 无厘头吗? 没水准吗? 有什么好红的? 各位听懂了没有? 可是周星驰红了没有? 各位红了 好,请问他成功了没有? 来,大声告诉我他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 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就讲周星驰的人生,咸鱼翻身了没有? 翻身了 你们就懂我的意思了 他的人生,咸鱼翻身了 可是各位,你说他努不努力? 他努力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希望帮你们酝酿一个内在的心灵能量 而这个能量,它就像一个电磁场 这个能量,甚至我这样讲 像模拟,就我们讲演化论好了 模拟早期地球诞生的时候 万物滋长的那个氛围 整个人类的心灵能量开始提升 当这个心灵能量的开始 整个电磁场开始加速的时候 很多可能性会出现越来越快 就是我们认为不符合经验法则 不符合经验法则的 比如说我刚讲 在那个书琪人里面 他在梦里面学会了睡梦罗汉拳 有没有? 在功夫足球里面 一堆练少林足球 少林功夫的人,咸鱼翻身了 在功夫那部电影里面 一个牵头小混混变成万中无一的 武林高手 然后诸如所有这一类的概念 包括我们讲 后来最近最新的部电影 卖的没那么好的长江七号 对不对? 各位,他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嘛 然后拼命赚钱 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结果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没有错 可是没有钱买校服 也没有一个女主人 帮孩子洗衣服 然后每天就捡着烂掉的苹果在那边吃 住在一个破烂的建筑工地里面 那这部片更扯了 就是他受了重伤 已经送进太平间了 结果被长江 长江七号 小七 被小七把他救活了 这部片子卖的没那么好 因为他的这个咸鱼翻身 翻得有点大家连结不过去了 可是他依然在讲咸鱼翻身的故事 有没有 就是他的 儿子遇到一个小七 小七把在工地受伤的爸爸救活了 救活了 好 我还是要讲 这依然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 依然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 所以我要各位 你们把自己想成你是一个灰姑娘 如果你在人生当中 你觉得哪些部分你很不顺利的话 你先把自己想成一个灰姑娘 但是灰姑娘 只是灰姑娘吗 她有没有她的盼望 她有没有她的理想 她有没有她对人生的期待 有没有 有 那如果这个灰姑娘想要咸鱼翻身 各位 你们开始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好 如果在座你们这个灰姑娘 你们打算咸鱼翻身 或 假设子涵是个灰姑娘 打算咸鱼翻身 好 各位我想句实话 就像我们的学员到我们这边来 各位 徐医师不会知道 你多有钱喔 好 除非你来看过我门诊 我调查过你的家底 好来开玩笑的 好 我不会知道你多有钱 我不会知道在座每一个人 你们地位高或低 我不会知道 因为我也不在乎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任何来上我们课的人 各位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地位多高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观座多大 我甚至没有兴趣知道你家多少钱 好 我说他不在乎的 为什么 我常跟大家讲过 我们这边在乎的是每一个人 所以任何接触 赛斯心法的人 徐医师根本 不管他是任何阶级 任何地位的人 我不管 我只是尽我的努力 把赛斯心法教导各位 那至于会影响到什么人 将来会有什么回馈出来 我也不管的 我让他顺其自然地发声 我让他顺其自然地发声 是啊 因为我相信 终于有一天 他的能量聚集了 就像我今天跟各位讲 你把自己当灰姑娘 好 但是灰姑娘我这样说好了 请问 他的玻璃鞋被王子捡到了 现在嫁给王子当王妃了 各位当王妃 也没那么容易哦 第一个你要小心被狗仔队拍到上空照 最近凯特王妃 英国凯特王妃那边 不是被狗仔拍到上空照吗 哦 王妃的这个 都给人家看光光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 不只是王室看得到 我们一般百姓也看得到 其实也不错啦 好了 开玩笑的 各位 如果我要你们把美 把自己当作灰姑娘 因为意识的能力 本来就是不可限量的 意识 潜在意识 本来就有在一瞬间改变你们命运的能力 我让你们开始相信这一点 开始相信这一点 好 那关于神奇之道的运作 神奇之道的运作 等一下我会再讲 所谓的什么叫自我觉察 因为各位 赛斯心法绝对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的理论 他要你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每一天 各位 好 最近我发明一个观念很重要 修行 只需要修一天 你把你的每一个今天修行好 好 好 各位 好 从以前到现在 你过了几年了 从来到地球 来 过了几年了 假设五十好了 从一过了五十年了 好 五十年再乘以三百六十五天 对不对 你的地球过了那么多天 可是 你在每次在一个时间 你有几个今天 你的每一天 曾经都是你的今天 可是如果各位 你们从现在开始 或是从你们出生到现在 你们过好每一个今天 请问你过好几天了 你们就过好每一天 所以 塞斯心马的修行 我要你们 在每一天当中 增加你们的觉察力 第一个 增加你们的觉察力 第二个 你们在每一天当中 你 使用了多少你的 内在的意识的能力 你如果能够 从今天开始 你把你的每一天 过得很精彩 各位请问 你未来的人生有什么问题 好 像这个同学 比如说乳癌好了 等一下我就会教你 如何从一天当中 让你的乳癌逆转 一天当中让你的乳癌逆转 各位 我说的是一天 改变在座每个人的命运 只要一天 因为这一天就代表了每一天 如果你能快乐的让自己过 每一天 你知道每次让自己快乐的过完今天 每一天 请问你快乐过完几天呢 每一天 每一天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要增加你们在每一天当中的力量 每一天当中的自我觉察 好不好 好 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论述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 表达一个概念 当你进入赛斯心法的这个学习当中 你会常常获得很多的惊喜 甚至我常讲对我而言 有一些赛斯说的道理 这句话背后的道理 对我而言都要揣摩一二十年 光是一句话 我要放在我的内心揣摩一二十年 而在一二十年之后 某一个早晨 某一个傍晚 某一个片刻 他突然窜出来 然后突然有一种 原来那句话是那个意思 然后突然很多东西会 啪啪啪 全都打通了 好 我很难跟各位形容 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好玩 兴奋跟喜悦 而且对一个人内在的一个 整个心境上的一个提升 好 我觉得真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我首先要让大家知道 进入赛斯心法的学习是 非常好玩的 而且那个好玩 我要说的是 他能直接协助各位解决你们最切身的问题 好 像这个同学提到的母女的问题吗 或者是在做同学的这个身体的问题 好 我刚讲 每天当中的觉察 来 这个同学 五公分这个同学 仔细听了 首先各位你还是要有个观念 能量形成物质 能量也形成事件 事件叫Events Events 就是每天发生的每件事 是由能量所形成的 你身体的所有的病痛或健康 也是由能量所形成的 好 那能量的导引 就是所谓的信念 信念是用来导引能量的 但是信念也可以造成能量的阻塞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常讲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对不对 记得 还有以前我告诉过大家 塞斯心法的因果论 跟传统宗教的因果论 也不一样 不一样 传统宗教的因果论 是你做了哪一个行为 得到哪一个结果或惩罚 对不对 塞斯心法的因果论是什么 什么样的信念 形成什么样的实相 什么样的能量 形成什么样的事件或物质 好 关于健康的部分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一直在讲 所有的疾病 都是负相的情绪 累积压抑的结果 还记得之前那个口诀吗 压抑累积 扭曲变形生病 还记不记得 所有负面能量的压抑累积 扭曲变形生病 好 那对这个同学来讲 你能不能去找到 形成你这个疾病 一个最主要的因果关系 各位 什么叫因果 我们西方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因果论 因果就是控制变因 如果我能找到这个因 如果我能找到这个因 我就能创造这个果 各位了解吗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假设这一颗处女蛋 这么小 各位这是果 对不对 那我找到它的因 因是什么 第一个 这是鸡 青少年还没有成年 所以等它慢慢成年 鸡蛋就变大了 各位这是因 找到因了 你就放心了 第二个 它成年了 但还这么小 再找因 第一个因是 它本来就是小科的品种 那我还担心什么 再来可能是这只鸡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有几个 第一个 饲料的问题 第二个 它的个性内向害羞 跟人家抢饲料的时候 永远抢书 各位听懂了吗 请问我找到因的 我找到办法了没有 我找到办法了 我要得到我要的果了没有 如果是饲料的问题 那么我要什么 换饲料 如果是因为它太内向 跟其他鸡抢不到 我试着把它先关在旁边 的一个区域 先让它多一点饲料 让它吃 以便让它有体力 再回来跟他家抢 或是我跟他精神讲话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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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当我知道因了 我就有力量 而且我就能操作了 所以为什么以前讲 Nology is power 各位听懂了吗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 当我知道因果关系了 我就知道如何创造我要的果 比如说各位 你一直没有升官的原因 是因为你根本就爱辞到早退 你问你的长官 为什么一直没有升官 长官说你都很好 但是喜欢辞到早退 偏偏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大老板不喜欢人辞到早退 所以你门都没有 那如果你想升官 麻烦你开始不要辞到早退 或是你换一家公司 老板觉得辞到早退 无所谓 你就可以升官了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人生很多的痛苦 都在于你不知道因果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赛斯基法讲的因果 跟传统宗教的因果 是不一样的 传统宗教的因果 是告诉你 不要做什么行为 以便得到报应 有没有 以便得到惩罚 这一关赛斯基法已经过了 你不做什么事 不是因为有惩罚 是因为你觉得 那个东西对自己 对大家都不好 各位 你不去抢劫 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怕被警察抓到 你不去抢劫是因为 那不是你的东西 你不应该去抢 就这么简单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讲因跟果 如果这个同学 能够很直接的找出 他为什么得乳癌的因 请问 如果他一旦找到了 他有没有力量了 他就有力量了 他一旦找到了 他如果去改变那个因 而且在每一天当中去操作 各位我说的是每一天 因为你永远只有一天 你永远只有今天 没错 他如果找到了这个因 他只要在每一天当中去操作 请问他的乳癌 我还是讲四个字 叫一定会好 了解我说的因果关系吗 我还是简单讲因果关系 各位如果你觉得很冷 原因是什么 冷气开太强 那你只需要把冷气开不要那么强 如果很冷是因为冬天了 气温降低了 你忘记加外套 你这样加外套就好了 各位你现在知道 我说的因跟果的关系吗 找到了因果 而且是直接的因跟果 你就解脱了 因为你可以去改变 你不喜欢的那个果了 各位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明白因果 过去在修行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 在修行上也是一样 所以我要引导各位 你找到你们生命实相的因跟果 就在每一个你的今天做觉察 因为我不要你去想你的过去 我不要你去想你的未来 我要你在今天操作 好比如说这个同学的乳癌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假设他很清楚的找到他的乳癌 来自他无力感的累积 或是他承受太多压力 他没有办法做自己 各位 那每个人就不一样咯 有的人得乳癌 是跟娘家有关 好像有一个学员 他得癌症 原因在于 娘家的兄弟姐妹 没有人要管爸爸妈妈 他必须承担 他承担了些很痛苦 他其实不想承担 爸爸中风了 他要去照顾 其他的兄弟赌博输钱了 妈妈会跟他要钱 后来他得到乳癌 因为他内心很深处 讲一句话 我其实很不想承担 但是我没有办法拒绝 好那各位得到乳癌之后 能不能拒绝了 他会跟妈妈讲一句话 妈妈不一定是你先死 我会先死 还有以后弟弟欠的赌债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一个月固定给你母亲块 让你生活费够 其他的我不再支付了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如果 这个人的乳癌 来自婚姻 跟婚姻的当中什么 比如说婆媳问题 有五个兄弟姐妹 婆婆永远跟这个媳妇住 所有公婆的琐事出钱出力 都必须这个女人做 因为先生是孝子 先生孝顺理所当然 媳妇要孝顺 要稍微有点为难 为什么 因为你公公婆没有把你养大 你是嫁给你先生当太太 你没有嫁给他们家当奴隶 当所有人把你视为理所当然 而你其实跟公婆并不亲 而必须尽所有你的责任的义务 请问你心中有没有觉得过得很苦 而这个过得很苦 你有没有能力解脱 你没有 你没有能力say no 因为先生讲一句话 你当我太太你就是得做这些事 其他人我不管 各位明白了没有 因为你没有拿回自己的力量 在哪一天 in everyday 在每一天当中 你没有拿回自己的力量 好各位如果是来自工作 你的性格 有没有什么东西都要求完美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希望你的同事跟主管肯定 在工作当中 你很习惯 把工作做到最好 可是 你却没有得到你要的肯定跟鼓励 每天你都类的跟狗一样 因为内心其实有很大的自卑 因着自卑衍生出很浩强的个性 你一定不能输 你要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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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是当你得到的称赞越来越多的时候 各位就像吸毒品 称赞只能越来越多 当今天比昨天少了 就表示你不够好了 你必须用 你不断得到的肯定跟称赞 来满足你的自我价值 满足你存在的意义 因为当任何人说你不好 你就不能接受了 我怎么不好 我怎么可以不够好 我不够好 我不行我要改变 各位你了解吗 你每天给自己加上无形的压力 而你内心有一个自己在呐喊着 我要休息 我要休息 什么能让你休息 生病 生病 好我刚刚论述到现在 各位你们开始仔细听 像这个同学 你要开始思考一件事 从早到晚你累积多少 人生的不由自主 人生的无能为力 你懂我意思吗 从早到晚有多少次 你是无法拒绝的 比如说同事离职了 老板把两人的工作 变成你的工作 你无法拒绝 从早到晚 你如何的委屈或压抑你自己 在每一个你可以say no的过程 你没有say no 各位我要说的是习性 因为你们会生病 你们会生意失败 你们会过得痛苦的日子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 一定在你的一天当中 就有线索在里面 因为一天从早到晚里面 你这个习性一定会重复 你们明白在说什么吗 所以比如说一个得癌症的人 我就要他做觉察 从早到晚 你有没有发现至少一百件事情 其实你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从早上八点半 接到地通诈骗电话 你就在那边很生气 又不知道怎么办 各位了解吗 你们要去记录从早到晚 你们的生活习性 那各位就问我 那许医师怎么办 你下次可以接到诈骗电话 然后跟他讲 你少来跟我来这一套的 我知道你是诈骗电话 我想送你一只可爱的草泥马 各位知道草泥马吗 这种可爱的动物 他叫做吃草的草吗 泥巴的泥 马是骑马的马 我想送你一只可爱的草泥马 来草泥马念快一点 用山东口音在这里念 他怎么这样 这样听懂了没有 各位你没有说张话 你是要送他可爱动物 我知道你是诈骗集团 你不要再给我gay下去了 我想送你一只很可爱的草泥马 那报案电话爽不爽 各位 好 我要你们记录 从早到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你心态的变化 有人从早到晚累积的是 人生是苦 做人很辛苦 你的苦的感觉 从早上的第一件事 就开始累积了 各位明白了吗 有人从早上第一件事 就开始累积 人生是热的 有人从早上 就开始累积的第一件事 就是 我的情绪我不能说出来 我必须压抑我自己 我不能表达我的意见 各位我现在在说 你们必须直接找出 绝对的因果论 在科学上叫控制便衣 控制便衣 是所有的科学实验 成功的最大关键 心灵的觉察也是一样 你有没有加强你的觉察力 从早到晚 你都起什么念头 起什么心情 你起几个匮乏的念头 不安全感的念头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有没有从早到晚 记录过你的心情 各位你只要记录一天 你就明白你的一生 你只要记录一天 你就明白你的一生 因为你的一生 就由你每一天 所有的起心动念放大而成 好我再举一个 比如说对钱的一个信念 有一段分析很有趣 比如说赛斯在分析鲁博 关于钱的信念 他就提醒鲁博说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当你在百货公司 或超级市场 你开始盘算 今天可以花多少钱 当你开始算 你今天的预算 可以花多少钱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都有一个感觉叫钱不够用 你从早到晚起多少个念头 钱不够用 你就强化了你这一生当中 钱有多不够用这个实相 你们听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最后你会买房子 钱不够用 你会想做生意 钱不够用 给小孩子上好的学校 钱不够用 因为这个念头 你不是只起第一次 你从你懂事以来 你一天至少起一百次 钱不够用 各位听懂在说什么吗 你每天至少起一百次 你的信念 钱不够用 比如说做生意的 两个人也是一样 同样两个人在卖柚子 第一个 卖柚子人会觉得 每次经过他的柚子 他就觉得 这个柚子太好了 一点都不贵 买回去的人一定很开心 第二个卖柚子人 他每天卖柚子的心态师说 我的柚子又没有比人家好 价钱又比人家便宜 人家会买吗 各位 你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 我在说 你们从来没有说出口的 你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我要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去觉察 我要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得癌症的人 我要你们从早到晚去问自己 我从早到晚我压抑了几个情绪 当你去觉察到 各位 你会有三个字叫吓一跳 你会 当突然明白 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癌症 你会完全的清楚明白 各位 因为就好像你拿一把刀 切你的手指头一定会流血一样 就这么清楚明白 切了 就会有伤口就会流血 没切就不会有伤口 就不会流血 切两道就有两个伤口 切三道就有三个伤口 各位 清不清楚 你会很清楚明白 你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而伴随这个清楚明白 你就很清楚明白 你从今天开始 你的肿瘤会一天比一天消失 因为你找到了它累积能量的原因的 你累积了什么 你累积了 做人真辛苦 你累积了什么 活着好累哦 做人怎么这么难 你累积了什么 有这么多的压力 我怎么怎么做都做不好 你累积了什么 不论我怎么做 我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各位 开始问自己那句话 我累积了什么 我累积了什么 在每天当中问自己 我累积了什么情绪 每天都问 一天至少问十次 因为你每天至少会累积一百次 好 好 这部分 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 我以前不是跟大家讲过 在过去我也有一个心跳过速的一个毛病 我说我啦 在医学上叫PSVT 就是在正式的中文名字叫 心势上心薄过速 心势 心防心势 心势上 正发性 正发性 心势上 心薄过速 那我因为叫 缩写叫PSVT 那我因为这个病后来我没有服兵医 我没有服兵医 那这个病一发作的时候 我的心跳会跳到每分钟两百五十到三百下 每分钟两百五十到三百下 好 我曾经这样子连续跳将近六个小时 好 所以各位跳一百二的一百五的 不要来跟我说 好 局势是你的两倍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当你一个心脏跳到这么快的时候 会有一些现象出来 在这里我就不再多描述了 他会 因为心薄太快了 回血 来不及 所以打出的血量不够 血压会掉到高的血压四十 几乎呈现所谓的修克性的低血压 修克性的低血压 好 当我的心跳那么快的时候 皮肤会是冰冷的 整个皮肤是冰的 而且会开始冒冷汗 因为那时候是呈现修克的状态 修克性的低血压 好 那这个症状我就不再讲了 有一次当我这样的心跳 跳了一阵子之后 我一直在想 啊你是在跳什么小朋友 没有 啊你无知无知 就是我我一直在wonder 好奇 你跳这么快的能量从哪里来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好 居上你必须问你的乳癌 没事它干嘛长大 你乳房为什么不长大 有什么长大 你神经病了 该大的不大 或该大一直大 对不对 各位 你有觉得很奇怪 你的血压没事到来那么高 你神经病了 你问过没有 你的血压为什么那么高 啊你是在高什么小朋友 啊你的关节有什么痛 老是关节炎 不管是痛风性的也好 累风湿也好 退化性关节 啊你是在听什么小朋友 你知道吗 啊你头痛是在头痛什么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知道老牛 你没事长老牛干什么 你胃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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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干嘛没事长得子宫内膜癌 对不对 啊子宫爱玩哦 各位你有没有问过 Wonder Wonder知道吗 好奇 它的能量从哪里来 各位我要和你们开始变好奇宝宝 各位 我说了 我现在只讲疾病哦 包括我们讲母女关系 亲子关系 为什么赚不到钱 为什么 家茶茶闹闹闹 各位 我在讲的是同样的逻辑 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 我只是就这个例子来分析 各位你不Wonder吗 Wonder觉得好奇 好 那时候当我的心跳 跳到每分钟250到300下 我一直在觉得很奇怪 那你是在跳什么 为什么 你怎么不会下来 好当然学理像我知道 心脏多一条 所谓的神经 它走 short cut 超近乎 可是你这样跳你不累哦 各位你有在说什么吗 这额外的能量从哪里来 各位 比如说我想讲 你一天不睡两天不睡 第三天你会打瞌睡 一定会嘛 你跑步 跑到后来你力量 又完了 你当然会休息 因为你脚摔跑不动了嘛 对不对 或是你要走路 为什么火灾来了 你跑不掉 因为你脚垢嘛 脚垢走不去嘛 其实你脸没有什么走去 你脚垢而已 各位 我现在问我的心脏 你在跳什么 为什么你每分钟跳250到300下 你可以跳 这么久 你在急什么 或是你在慌什么 各位 我在做觉察 好 那 前两天 当然我之前陆续都一直在做觉察 好 我也跟大家讲我的个性很急 好 可是我只是发现我的个性很急 我没有发现 从早到晚我的个性 急几次 好 比如说你们问子涵 每次到机场去接我的时候 相当高的比例 徐世永远是第一个出来 今天也是第一个出来 后边的人至少跟我离差十公尺以上 因为我上飞机的时候一定会讲一句话 最靠近鸡门的位置 那因为飞花莲的飞机它是靠鸡尾巴 所以小姐问我要定什么位置 靠鸡尾巴越近越好 各位 我从早到晚发现 我一天到 从早到晚我至早发现我急一百次 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当我讲完这句话 各位你们觉得徐医师觉察到什么呢 我终于觉察到我累积的能量 所以这个先跳很快的毛病 它是不分时间的哦 有时候没事我在看书的时候也会发作 跟当下没有关系 可是跟什么也有关 这一阵子我累积了那个急的能量 你累积了什么能量 我要你在每天生活当中去觉察 你今天跟朋友打一个电话 在那种电话互动当中 你有没有表达你的情绪 还是你情绪压抑下去了 你今天跟朋友讲个电话 你又开始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不够好 你起了几次这个念头 你压抑了几次你的情感跟情绪的表达 你懂我意思吗 各位我要说的是 从早到晚它发生过几次 你没有真的做你自己 你没有真的做你自己 从早到晚你发生过几次 你没有展现出你的力量 你永远在 第一个比如说为别人着想 或是委屈自己 或是不敢表达你真正的想法 或是面对你所讨厌的人 你还不能够表露出你的情绪 你不但不能表露出 你还必须去配合他 像昨天有个学员 上个月好像才开完甲状腺癌 后来他的人生真的很有趣 他先生在他好像三十几岁的时候 往生了 往生二十几年了 他先生往生二十几年之后 他们家他先生好像有四个 三个兄弟 然后上个前一两年吧 公共要住安养院 三个兄弟 包含他死掉的先生 竟然他的大伯要求每个人 四个兄弟要求每个人 一个月要出一万块 他二十几年前他先生已经死掉了 各位这个人 他先生没有留什么钱给他 公务婆婆也没有留什么遗产给他 他一个月薪水三万多 他说到一万块 也要养养养的孩子 在先生过世二十几年之后 大伯要求这个 弟弟 死掉的弟弟的这个太太 要要出一万块 各位你会不会接受 会 你会不会接受 会 你以为你们子鸡逼我 你们子鸡逼我三十几岁都站不起 你以为自己鸡逼你都要我 四个兄弟平分一个人出一万块 这二十几年来 你有帮我养孩子吗 养孩子是这个同学自己养的哦 然后工作了 二三十年约约三万多 你有拿一万出来养公公 公公养过我没有 我先生你二十几年没有养过我 没有养过这个家 我养你们我神经病 你听懂我意思吗 而且大伯他们不是没有钱 很有钱 可是各位重点在哪里 他不敢拒绝 你说他会得来症 听懂了没有 然后这个同学的个性其实很内向 他在服务业他是副店长 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应该当店长 可是因为他不想扛业绩 所以他当副店长 老板打电话来骂 这家店的业绩不够好的时候 店长不在他应该被骂 我都当了副店长了 就是不想扛业绩 也不想被骂 没想到老板还是打电话 找不到店长一样骂我 骂完了 气就消了就不骂店长了 各位你说他会得癌症 你现在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他永远没有办法 为他自己找到力量 而且这件事情从早到晚 各位我现在要讲的是从早到晚哦 如果一个没有办法为自己找到力量的人 你们觉得从早到晚这个模式不断的重演 有没有 不断的重演 所以人的模式是不断的重演 你只要在一天当中改变你的模式 还是没有好 不可能 听懂了没有 来公关同学 你只要在一天当中 发现你的模式 找到因果关系 去改变这个因果关系 你的肿瘤不可能不好 因为它直接来自能量的累积 它直接来自你觉察到的 每一天当中的负向能量的累积 各位你不开始觉察 尤其是生病的人 请觉察你从早到晚累积多少负面能量 好回到我刚才 我的这个心薄过速的问题 各位 当我直接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本来就这个病 我就没有去做医学的处理 我就本来就没有去做医学的处理 那基本上它也没有太多干扰到我的日常生活 可是有时候三不五时 它还是会来像老朋友一样来找我一下 可是当我找到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现在变成我要不要让这个老朋友继续来找我了 你们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我掌握了因果 我掌握了因跟果 因为我开始每天做一个实修的功夫 从早到晚开始觉察我自己 我开始急了吗 可是我的急 已经不是你们所发现的急了 我的急已经是我的惯性了 它早就是我习惯的一部分 像以前我很得意跟各位讲 比如说我要去香港的飞机 香港飞机之前要四十分钟前到柜台 那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行李 我会办这个在家里先预印这个登机牌 可以家里自己印 所以各位 我只要在飞机起飞前十分钟到机舱门就可以了 这样听懂吗 所以以前许医师的时间叫算秒的 你发现我在各地分会上课 各位 你们有些从各地分会来的 许师迟到的机率高不高 几乎是零 几乎是零 我对于时间的掌握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三个字叫神经病 四个字叫走火入魔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对我要做到的事情 我对时间的掌握三个字叫神经病 四个字叫走火入魔 所以我发现我的心脏没有病 有病的是谁 走火 你的乳房没有病 有病的是谁 各位 你的高血压 你的心脏没有病 有病的是你 这样明白了吗 身体没有病 有病的是你 那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个修行的功夫 你要知道 赛斯心法就是四个字 踏实扎实 每天的最老实的修行 每天日常生活不会放过你 明白了吗 这才就是修行 从早到晚你起多少心动多少念 你压抑多少的情绪 你累积多少的无奈 无力感 是啊 包括你跟你的孩子通电话 通完电话 你心里面的念头是什么 啊 亲家没路由啦 啊 没路沟通啦 啊 我看哦 娶婆以后就是母子了 好 你怎么大人啊 咱孤单啦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 你们的心境是怎么起电话的 你们觉察到了没有 我要说的是一天 好 我发现我在一天当中 我至少几一百次 各位 当我这个发现的时候 我真的吓呆了 我真的吓呆了 好 那我也完美的解释 为什么我的心脏 没事跳那么快再走 你讲 各位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 原来我的心脏从头到尾没有病 虽然他有一条学 神经没有错 各位 神经谁没有 我的心脏从头到尾没有病 有病的是我 我从脑到尾 我至少集一百次以上 我做每一件事 好 我常讲 如果讲效率 很少人比我效率更高 很少人对我时间的掌握 但是我发现 当我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力量回来了 在那一瞬间 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讲 我拥有百分之百的力量 让我这个心脏过错的问题 回来或不回来 而且当他如果在发作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我知道你没有病 有病的是我 我很抱歉 自己累积了那么多的 急的能量 或荒的能量 或害怕的能量 或担心的能量 很抱歉 让你受苦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从早到晚 开始问我自己 我今天累积了多少担心的能量 我今天累积了多少急的能量 我今天累积了多少荒的能量 你要开始去觉察 已经会变成癌症的 其背后一定有一个 活着没意思 活得很累的能量 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好 那东西包含 婚姻有什么意思 工作有什么意思 孩子养大不听我的话 有什么意思 身为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这样子再继续孝顺 给他们钱有什么意思 我再努力下去有什么意思 从早到晚这个心情 起来过几次 各位 你只要找到 我这句话的答案 你就得救了 因为你会从早上一起床 就开始问自己 我今天会奇迹的这个念头 那人心没有意思的念头 人活着很累 不如归去的念头 你知道从日常生活当中 很隐为的抓住 每一个这个念头 然后去改变 你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累积互相的能量 所以这是我说的因果 能量被消掉了 肿瘤怎么可能存在 肿瘤怎么可能存在 各位我要说的是 你要去做觉察 我告诉各位的 都是徐世累积 一二十年的修行的功力 修行的功力 一个因果论的产生 掌握了那个因 你去找那个果 因改变了 果不可能改变 火不可能不改变 回到我刚刚讲的心脏的部分 当我找那个因果的时候 各位 我解脱我自在的 明白吗 而且他的下功夫 就是从早到晚而已 就从早到晚而已 我只要从我的今天开始 注意我不要再累积 这个负面能量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只要从今天开始 我注意我不要累积 负面的能量了 我就不会预期 三个月后 六个月后 他再发作 各位很简单 比如说 你每天丢十块钱 到你的铺满里面去 你就固定两成习惯 每天丢十块钱 这就是因嘛 请问 过了一年 你铺满切开 除非他被偷 被干嘛的 我们先不管其他的变因 每天丢十块 到了年底到了 一年时间到了 你把它切开 里面会有多少钱 三千六百五十块 对不对 没错吧 论年三千六百六十块 好 你不拿出来 每天拿十块钱走 再过一年 肤满多少 这样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简不简单 你的乳癌 你觉察到这个能量 把它抽掉 每天 当你觉察 你怎么累积 那个能量的 如法炮制 怎么把能量拿掉 你从今天就开始好了 三个月后 你的癌症就不见了 各位 徐医师不跟你讲 第二句话了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这就是因跟果 跟我刚刚讲 铺满的理论一样 你每天丢十块 要那么赔满 只要不要被偷走 一年后 它就是三千六百五十块 没错 你铺满 放了三千六百五十块 你每天花十块 一年年底到了 它一样以后 已经不剩 简不简单 身心灵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各位 它确延累积了 徐医师 二三十年的修行功力 不然你觉得 为什么徐医师 这么笃定 为什么我这么笃定 好 我们这边 所有东西 都是实修出来的 是每个学员 用他的生命的修行 累积出来的 各位我说的 是你人生的每一个面向 不只是生病 包括你们那些不健康的 我刚讲 你从早到晚累积几个 没有办法 塞出来的 no 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拒绝 有没有 我刚学那么多例子 有的是无法拒绝老板 有的是无法拒绝鄰居 有的是无法拒绝同事 从早到晚你累积了多少的不舒服 你情绪压抑多少 因为我要你们做的 只是一天而已 而且一天扣掉你的睡眠 当然我们这边会强调这段睡眠 但是如果你是睡八个小时的人 各位 你也才十六个小时而已 你去做觉察 因为所有你们生命中的答案 都在你的一天当中存在着线索 就像我刚刚问各位 你从早到晚你累积多少 钱不够用 钱不好赚的意念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你从早到晚累积多少 你觉得没有人关心你 你觉得没有人爱你的这个念头 你从早到晚累积了多少 你是无能为力的 现实是无法突破的 你累积多少这类的意念 像各位了解我说的 限电创造实相的意思了 其实刚才徐医师在说到 自己不够好那个部分 其实我很自然的 就有很大的感受 跟自己就不自觉的哭了 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自己 疾病的一个很大的主要原因 因为从小自己思念的 长女的关系 然后总觉得妈妈没有能力 然后照顾好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所以当自己 觉察到说自己是姐姐的时候 就希望说 能够替妈妈担负这样的责任 然后照顾好家里的每一个人 但是生活当中 你会遇到有一些困难 说你没有办法达成 或是你自己觉得说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你并没有能够做好自己 姐姐这个角色的时候 还不够还不够 做得还不够好 对 一直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可是 预期出来的那个现状啊 为什么都跟自己差这么远 然后当你就是生活 一直在过一直在过的时候 甚至进入到婚姻生活的时候 会觉得说自己觉察自己说 为什么从女儿 姐姐 媳妇 太太 身到最后妈妈的角色 自己每一个角色都没有办法可以做好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考 他从何到晚累积的多少我不够好的念头 还有自责 你们从何到晚自责过几次 以后我要你们做记录 听到我意思吗 你们从何到晚自责过几次 我要你做记录 各位你自责过几次 各位自责那头无所不在哦 比如我刚才想到一个笑话 好比如说你在路边好了 突然开过去一辆Benz 马上自责了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开这辆车 你懂我意思吗 是啊 自责我刚才讲 从早到晚它发生过几次 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只要做这个决场 从每天当中去逆转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三个月后你的癌症一定好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做不做西医治疗都没有意见 好不好 那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 好 我们这边讲的 就是我刚讲的各位 那个因果的问题 整个佛陀说法几年啊 四十九年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因果 就是在讲所有的因果 掌握了因果 你就掌握了创造 掌握了创造 掌握了因 你就可以变化所有你要的果 而且改变所有你不想要的果 各位你不想要的果是什么 生病 贫穷 家人吵架 不快乐 压力很大 这都是果 对不对 掌握了因果的关系 你就能所有你不要的果 你改变它并且创造出你要的果 好不好 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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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